芬奇向杰夫输入经典的三项准则 最后还额外加了一条 如果芬奇不在了 杰夫必须保护好小狗 并且这条指令优先于其他指令 芬奇正高兴的时候灯突然灭了 他来到室外几十米高的大风车上 没几下他就让大风车重新转动了起来 随即屋里的灯也亮了起来 杰夫也再次通上电了 杰夫热情地跟小狗打着招呼 他还准备给小狗讲个笑话 结果小狗一泡尿就让杰夫闭上了嘴 显然他不太喜欢这个杰夫保姆 此时芬奇突然看到远处大片的乌云席卷的风沙 他迅速回到基地 而且远方的天空有异响 他立刻让杰夫进行天气预报 经过数据测算 有一场巨大的太阳风暴即将来临 并且会持续四十天 他立刻就打开了黄桃罐头吃了一口压压惊 时间不多了他们必须马上离开 吃饱后冷静分析了一波 南部北部暴风频繁 东部城市多代表人多 意味着有被攻击的危险 只能往西走去旧金山也许运气好 能找到没有被掠夺过的地方